大家早安 今天從現場我們帶你來持續聚焦的是中東的局勢 現在以色列軍方在加薩發現了六具人質的遺體之後 很多的以色列民眾相當的不滿 發起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主要是要要求政府應該要採取更多的行動 透過這個畫面可以看到 這是在以色列的第二大城特拉維夫 就有很多的民眾他們是揮舞著以色列的國旗 還有人質的照片以及布條標語等等 並且還同時間放火燃燒雜物導致烈焰燃燒 不過多起的示威後續就演變成警民的衝突 警方是以高壓水槍驅散封鎖道路的示威者 現在以色列的媒體就估計 包括在耶路撒冷還有特拉維夫 還有其他的城市有多達50萬人以上的示威活動 而以色列的很多的工會也發起了全國性的大罷工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企圖迫使政府要達成停火的協議 要求總理納坦雅胡採取更多的措施 讓剩下的101名人質可以安全地回到家中 以色列的軍方因為在1號的時候 在加薩走廊這邊發現了6具的遺體掀起很多以色列民眾的不滿 所以就進而上街抗議 要求政府應該要採取更多的行動 和哈馬斯來和談促使更多的人質能夠安全釋放 同時間美國總統拜登也被記者問到此事的看法 他也認為納坦雅胡在達到協議方面做的動作還不夠多 眼看現在以哈戰爭停火是遙遙無期 其英國現在要宣布要立刻停止向以色列出口部分的武器 這是英國的外交部長拉米 他就表示說在大約350項的武器出口的許可證當中 英國現在要暫停向以色列出口30項 包括了戰機直升機以及無人機的零組件 但是他同時間也強調這不會對以色列造成實質上的影響 英國會持續支持以色列行使自衛權 以色列方面則是回應對於這項決策感到相當的失望 好 整個這個抗議活動持續的擴大 就是因為以軍日前證實說在加薩的拉法地道這邊 巡獲了六具人質的遺體 而後續根據見識檢驗 這些人質的死亡是因為遭到哈馬斯的武裝分子 近距離行刑事的射殺 消息一出當然非常多的以色列的民眾都相當的生氣 因為認為還有很多人質都沒有被安全的救了出來 會不會這些人質可能最後的下場也是會跟其他的這些罹難的人一樣呢 好 所以這些民眾就進行了開戰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 痛批那談雅虎阻礙停火的協議 形同是判處這些人質死刑 而其實現在在以國的內閣 也因為要不要撤出加薩的廢城走廊出現了分歧及內吼 以色列全國爆發大規模抗議 舉著六名遭到擊殺的人質照片 有些人揮舞以色列國旗在橋上掛起黃絲袋 還有人焚燒輪胎等雜物 延誤彌漫 他們要求總理納坦雅胡儘快跟哈馬斯達成協議 以色列最大工會也呼籲勞動階層大罷工 癱瘓全國的經濟和交通 目前以色列全國各地多處學校 與地方政府辦公室關閉 特拉維夫的國際機場也響應罷工 反映以色列民眾自以哈戰爭爆發以來 最激烈的反政府情緒 儘管壓力排身倒海而來 納坦雅胡態度仍然強硬 他在聲明中表示 那些謀殺人質的人不希望達成協議 其實不止人民不滿納坦雅胡 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 也不認同他的做法 加蘭特批評納坦雅胡 優先考慮駐軍控制加薩南部的廢城走廊 而不是達成協議解救人質 這種做法是一種道德恥辱 而以軍營救事務負責人也警告 剩餘的近一百位人質現在面臨迫在眉睫的危險 記者綜合報導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蘭惠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蘭惠協會認證高品質的庫拉索蘭惠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蘭惠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蘭惠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